HELLO,我是Space 大家都知道Tarkov已经有动作惯性一段时间了 而今次的洗白更新档也再调整了角色的动作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一些方法可以令惯性的影响降到最低 让大家在转角位辟头的时候会比较有利一些 另外最近也有玩家发现了一些新的动作bug 令到角色可以做到像海豚跳水的动作 我们一起来看吧 首先我们以前已经提过 在经过走廊的时候最好是用最高的速度跑过去 然后按滑梭的滚轮将你的视角扭90度去看 这样你的角色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打中 如果在对面没路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 在惯性的影响下如果我们左右左右按AD去peat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当你的角色转方向的时候 会有大概0.5到1秒的时间卡住在这里不动 如果你这样去看转角位的话就很危险了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一个行圆圈的步法 看转角位的时候按着WD隔出去看 然后按着S和A退回来 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惯性的影响了 你会发现到你的角色就不会有那个停顿的时刻 而且在其他角度看到你的画都会相对难点去打中你 第二个看转角位的方法一般就是用QE側身去探头 用側身去看的话就可以令你暴露比较少的身体部位 这里的重点就是在Tarkov里面 你永远都应该在右边側身 尽量避免在左边按Q隔出去看 因为这个game的角色也是在右手拿枪 你按Q在左边看过去的话 身体暴露的部分就会多很多 被人打中的机会力都会高很多 如果你按E在右边側身去探头的话 相对上身体暴露的部位就会少很多 这件事用QE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当你到大可以由右边側身探头的位置之后 就看看你的设定是QE还是A 总之你的身体应该尽量靠近这个转角位 按E探头的时候又按Q收回来 这样快速来来回回去看 如果你按得够快的话 在对方的视觉里面甚至看不到你有探头就被你打中了 一般来说你可以使用第一个方法去确认对方大概的位置 之后再用QE Peak去打他 然后第三个方法我见过人用的 不过我个人就不太推荐了 主要就是不太方便而且会消耗太多的体力 这个方法就是利用冲刺跳跃的时候 二段跳跃是不会有惯性影响这个特性去做的 简单来说就是当你跑步冲过去转角位的时候 差不多到的时候就按Space跳过去 角色就可以拉90度看你的转角位 之后再同时按A和Spacebar跳回来 不过这个方法相对用太多体力了 只要是在跑过去的时候用一次 之后再反复这样撕的话就不要再跳来跳去 最后来说一下这个海豚跳水的动作 应该就是最近玩家发现的一个动作bug 我们先来看看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是不是很夸张呢 其实这个动作可以应用的地方就不算很多 不过第一次看上去就很误异而且很难打中 那怎样可以做到呢 就是你冲刺跑步的时候 按跳跃之后很快按下那个按钮 如果成功的话你会看到左下角 你的角色在半空中会变成趴下的状态 落地的时候就会直接趴下 而这个海豚跳的精髓就是当你的落地点 是不可以趴下的时候 譬如在楼梯的中间 你趴下的动作就会被人取消了 而你的角色就会自动以正常的姿态落地 在落地的时候你立刻按空白键 这一段跳 只要你第二个落地点在楼梯或者在墙边 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那条片 这个海豚跳主要都是令对方看得呆了 而使用者的角度 你的枪也是拿得很稳 在空中打对方也不是问题 这个我觉得玩的成分就比较高了 不过几滴官方应该都会改了 好了 那角色动作和转角位置的劈法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subscribe 按lik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Hello 我是Space 大家都知道塔尔夫已经有动作关心一段时间了 而这次的更新单也再次调整了角色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些方法 可以把关心的影响讲到最低 让大家可以在转角位置探头的时候会比较有力一点 另外最近玩家还发现了一些新的动作bug 让角色可以做到海豚跳水的动作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提一下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 在经过走廊的时候 最好是用最高的速度跑过去 然后按你滑鼠的滚轮把你的视角转过去看 这样可以让你的角色不那么容易被击中 好了 如果是对面没有路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在关心的影响下 如果我们左右左右按AD去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当你的角色转方向的时候 会有大概0.5到1秒的时间你会卡住不动 这样去看转角位置是很危险的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走圈圈的步法 看转角位的时候按住W跟D去看 然后按住S跟A退回来 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关心的影响 你会发现你的角色不会有停顿的时刻 而且在其他角度看你的角色也会难一点去打中你的 第二个看转角位的就是我们一般用QE去测身探头的方法 测身可以让你暴露最少的身体部位去看 这里的重点是陶父里面永远要在右边车身 尽量不要在左边按Q去看 因为角色都是右手拿枪的 按Q从左边看过去的话身体暴露的部位会多很多的 被打中的机会也会高很多 按E从右边车身探头的话 身体暴露的部分就会少很多了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当你到达可以从右边探头的位置后 看你的设定是QE还是Alternate AD啦 把你的身体尽量靠近那个转角的位置 按E探头的时候按Q收回来 这样快速的去左右左右去偷看 如果你按的正确的话 对方的画面里面甚至没有看到你的探头就被你打中了 一般来说你可以先用第一个方法去把握对方的大概位置 再用QE去探头打他 然后第三个方法我有看过 不过我个人不太推荐的 主要是不太方便而且会消耗太多的体力 这个方法是利用冲刺跳跃的时候 第二次跳跃不会有关性影响的这个特性做的 简单来说就是你跑步冲过去转角的位置的时候 差不多到的时候你按Space跳过去 然后你的角色可以扭过去看 然后按Space跟A键跳回去 不过这个方法实在用太多的体力了 只可以是跑过去的时候用一次 之后再反复探头看的话就不要再跳来跳去了 那最后来讲一下这个海豚跳水的动作吧 这个应该是最近玩家发现的动作bug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是不是很夸张 其实这个动作可以应用的地方不算很多的 不过就看上去很诡异而且很难记中而已 那怎么可以做到呢 就是你冲刺跑步的时候 按跳跃之后很快的按趴下的按键 如果你成功的话你会看到左下角 你的角色在半空中会变成趴下的状态 落地的时候会直接趴下 而海豚跳的精髓就是当你的落地点是不可以趴下的话 例如在楼梯的中间那你趴下的动作就会被取消 然后会自动以正常的姿态落地 在落地的时候按空白键再跳一次 只要你最后的那个落地点在楼梯或者墙边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影片 那这个海豚跳主要是让对方看呆了 然后在你的角度你的枪还是可以拿的稳稳的 在空中打对方也不是问题 这个我觉得玩的成分比较高了 不过反正官方也会把这个改掉吧 好了那角色的动作 还有在转角为止探头的方法也说到这里了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